OK 在我身旁的这个是全新一代的 Prodo ASEA 你可以看到它是有点 cover 啦 因为我们现在在 Prodo 的独家试驾会上面 它的发布时间是 2 月 14 号 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外观设计 这个 Video 会非常的快 首先这边肯定是有 LED 的 但是只有 X 版本 还有这个 SE 版本跟 L1 版本有 然后它的轮圈全部都是 14 寸 它会维持手排 但是手排是上一代的车型 然后这边有 LED 灯 然后有 Tear Life 然后整个车体是非常的扁 然后它的轴距变大 轴距从上一代的这个 2450 变成了 2525 哦 这个变得非常大 内部空间也会很大 我们快快来看一下后面 后面同样也是有被 cover 但是实际上 它这个车尾设计非常像上一代的 Polo 或者新一代的 Polo 啦 大家可以去 refer 一下 还有一点就是 其实它跟网上的 render 图是非常的类似的 然后至于它的内装部分 则是跟 Prodo Adiwa 非常的类似 拥有这个独一式的出品主机 但是同样的只有顶级版本有 尺寸是 9 寸 支援 Mirroring 但是没有 Android Auto 跟 Apple 咖啡 另外呢 它还有这个 ASS 3.0 的功能 有这个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辅助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然后还有这个车车盲点灯射 倒车盲点灯射 还有自动紧急刹车 引擎方面还是 1.0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但是匹配的 DCVT 变速箱 等下我们就去试驾 OK 首先 第一个感受就是 OK 其实它是 D 版的 Adiwa 引擎的上升会比较吵一点 大家是可以听到 但是它的起步表现比起之前这个 480 的 ASSIA 快很多 这个动力表现我觉得是相当足够于四驱使用啦 然后 这个整体的驾驭感受我觉得还不错耶 开起来还蛮轻松的 然后这个 Steering 的转向 也它的这个路感的回馈也进步很多 真的是比起之前的 ASSIA 很多 因为之前的 ASSIA 讲真的 它不错 但是开起来还是比较偏向玩具车啦 可是这一台车就跟 Adiwa 一样 如果你开过 Adiwa 的话 你会知道就是 Adiwa 的这个驾驶感受 基本上还是比较 像一台车 比较有这个好玩的感觉 然后 像我们现在在这个 Route About 在转着弯 它的 Body Roll 抑制 它是有 Body Roll 但是它的 Body Roll 抑制还 OK 然后 OK 现在我们是出入口 然后大油 OK 1.0 NA 毕竟还是 1.0 NA 如果我跟你们讲它很有力的话 我基本上是在骗你们 因为它不可能到很有力 这辆车 Produre 的这个 CEO 也有讲到 就是它其实是一台 比较偏向市区驾驶的车子 你不要当它是 Race Car 当然它的操控表现是不错的 我这样的驾一下我已经 Feel 到 它整个感觉它的重心真的很低 然后它的 Sitting Position 其实也比上一代的车型还要好 所以驾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辆车是难得是有一个还不错的驾驶感受 就是我觉得它的 MVH 还是有在进步 不过讲真的这辆车的起步价大概是三万八千块左右 三万八千块的车子 如果我们去 Expect 它有很好的隔音 其实有点过分啊 OK 这个弯我来过一下弯 OK 还有这个车道便宜警示系统 我刚才没有打 signal 我就切换车道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速度是 105 我过这个弯基本上还是过得非常的顺畅 这样子简单的驾一下 我基本可以肯定这辆车的特性啊 这辆车的特性就是 它是一台 City Car 但是它有还不错的操控表现 肯定比起上一代的 Asia 好 我觉得这个也是 DNGA 平台的特性啊 可惜这边的路况还不错 我没有办法试到它的 Suspension 目前为止我觉得它的 Suspension 设定还是比较舒服的 因为该有一点点的那种碎震 它可以吸收的非常干净 这一点也是 Pro Duo 在上一代的车型做不到的 因为它会 它没有中间点 它就是 很软或者很硬 如果你是走那种比较弹跳的小路况 它会一直咚咚咚咚咚咚 弄到车内很不舒服 尤其是 Myvi 最明显 可是这辆车目前的情况 我觉得还好 感觉还不错 只是 Engine 确实是比较没有力一点点啊 内装因为有保密一些 因为我不会跟大家讲太多 就是可以跟你讲 还有数位化仪表 跟这个独立的出品主机 然后内装跟 Artiva 很像 这个内装真的是比上一代好看很多 然后这辆车会在这个 2 月 14 号发布 所以大家记得去这个 Showroom 看一下 我再来总结一下这辆车的驾驶杆后 操控表现对比上一代车型 有着天翻地覆的差别 然后它的这个动力表现就普普通通 嗯 整体来讲 比上一代进步非常的多 反正这个价格能不能够接受就看个人了 好啦 这个就是我们的简短试驾 OK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简短的试驾影片 如果新车出来啊 我们也会借来跟大家试驾 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哦 不要忘记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副博物馆 拜拜